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吉時通 我是茵茵 哈囉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Ryo 美國股市前兩天跌得非常慘 那川普就說他覺得利率太高 應該要降息 那麼投資應該怎麼看呢 好的 你看前兩天美國道全工業指數就跌了接近千點 那昨天還是開高走低 只有收在平盤附近 所以美國股市直直落 川普把這個錯全部都怪在Fed上面 他覺得說Fed你的利率持續往上升 所以才導致於說科技類股呈現實現的往下跌 他主張他一下一貫的政策就是主張要怎樣 低利率 因為他是商人 但是每次美股只要漲 他就說 都是他的功勞 因為他主張什麼降稅 可是股市下跌他都推給別人 可是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子嗎 來 我們看一下 這是那個聯組會主席鮑威爾 那其實美國在升息 他是重點他觀察的是什麼 失業率還有什麼通膨 最主要是觀察這兩大面向 可是因為美國的失業率 他是非常非常低的 來到3.7% 是來到這個歷史的新低附近 再來是這個美國的經濟數據是持續的強勁 那企業獲利都表現得非常不錯 所以在11月的時候 這個肺發表這個政策的聲明書 他就強調說 今年12月19號還是持續會做一個升息 那未來升息他是 緩步升息不變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是我們這個聯組會下一次升息 12月19號升息的一個機率表 那我看這升息機率 你看喔 下一次升息來到2到2.25 2.25到2.5 就是在升息一碼 那在升息一碼的機率仍然高達75.8% 其實跟我們最近在這個11月份 即使這個股市是呈現一個巨幅的修正 他的升息機率其實都沒有改變 還是在7成5上下 那就代表說 這個12月份升息機率確實是蠻高的 不會因為股市下跌 而有任何的改變 那預估明年還要升3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市場還有一些投資朋友 或是一些專家 他認為說這算不應該升息 那他們理由我們來看一下 理由的話 他認為說最近油價下跌很多 你看油價是大跌 崩盤超過兩成以上 他認為說油價下跌是這個需求放緩 所以可能會影響經濟 再來是美國的這個尖牙五虎 五隻老虎牙齒掉光 被小貓 所以他跌很慘 那他認為說科技股跌很多 不應該升息 再來是這個 零售業的這個獲利是下滑的 你看 右邊這兩張圖 下面是這個他可以擺貨 目標擺貨 你看最近股價 哇 崩寒式的下跌 已經來到這個 今年年初起漲點附近 那美國的這個最大的龍頭 Walmart Walmart它也是呈現 進行的 是成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一個下跌 包含像這個什麼高關稅 最近不是美中大戰嗎 美中大戰 這個關稅的提升 其實對美國的經濟 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傷害 再來是這個營建許可 就是新烏開工的這個營建許可 它是持續的往下滑 當然這個房子是經濟的火車頭 所以你這個營建許可往下滑 是算是一個領先指標 營建許可往下滑 如果的話 當然這個經濟未來前景是看的比較淡定一些些的 所以這個是市場認為不應該升息的理由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真的不應該升息 假設他也真的不升息的話 美元指數應該會很快速的回落 可是我們看到美元指數沒有 升息美元指數會漲 那現階段看起來美元指數他沒有回來 那就代表說市場的預期 還是會慢慢的走升 這個是才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看到美元指數 它是呈現一個緩步往上做一個走高 那當然對我們亞洲股市 新市場的壓力就會比較沉重 除非它跌回到這兩條上升趨勢線之下 才代表說 這個地方確實就是美元會稍微回落 然後升息可能會站高一個段落 這個是觀察的一個重點 好我們看一下頁部分 台北股市昨天非常厲害 台北股市昨天有一個下影線 美股大跌550點 台北股市竟然可以拉出一個66點的下影線 那前面那個地方是159點下影線 所以這兩個下影線有沒有打出雙底了 這個感覺他就非常刻意 因為再兩天就選舉了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盤真的要往上攻擊的話 今天就要先站到月線 那接下來前破了高點9958也要突破 那個盤才會比較偏向一個多方 否則現階段看起來就是為了選舉 在這個地方刻意的做一個拉抬 好我們看下一頁部分台積電 台積電他也看起來昨天是破底 創新低 可是他也逆勢做一個拉高 雖然沒有出現吞噬紅K 但是這個意思也到了 那我們先前有提到 這台積電月線扣底到最低 所以這個地方後續他只能漲 他如果不漲的話 他的扣底會往上扣 所以他的壓力會比較沉重 所以台積電接下來 我們目前先看反彈 如果他可以過月線 然後再過這個228的話 那就代表說 他這個地方是真的是形成一個W底 後面的盤勢 還有機會再往上做一個持續攻擊 好看一下頁部分 選前最後兩天 最後兩天要買什麼 就是現在市場最熱門的 背痛元件跟矽晶圓 這個我們在這個禮拜的週一 我們就提醒大家 這個指數的空間表現不大 那是個股表現為主 但近期強力要鎖定的 就是二線的被動元件跟矽晶圓 那主要就是信長電跟合金的部分 那大型的股票 當然是國具跟矽晶圓 那越靠近選舉 光旺氣氛會越濃厚 成績會比較小 所以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操作上 也要特別的小心跟留意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 謝謝Lio的分析 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Lio的Line群組 在群組的右下方有一個分享功能 歡迎大家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那麼財經幾時通 下次再見囉 拜拜